这阵子我看贾浅浅的诗在网上形成了一股风潮 大家都成诗人啊 都在做诗 都把自己的诗读出来 看看能不能进入作习 咱说吧 本人大家也有个调侃 就想表达的意思只不过是 你像贾浅浅写出这样的诗还能进作习 这个作习是不是门槛太低了 再一个呢 这样的令人作乌的东西呢 它根本没有什么哑可言 居然也成了诗了 我们现在的诗到底是一种审美还是神仇 说到底呢 我感觉作为一个诗人而言 贾浅浅的 他没有太多的天资 有的时候我看 在网上 其实贾浅浅老师吧 她的商周那些散文啊 我看过 原来 她的诗呢 古然在网上看过一首 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贾浅浅在这方面 好像没有继承她爸多首的天资 我看过贾浅浅的技术就说很正常的诗啊 总的感觉呢是一种意向的简单磨裂 她没有呢 她没有呢 能够很好地把这些意向的相同的一种内在的内涵 给她挂欢起来 所以说啊 你就读她的诗吧 你就感觉一读不懂 再一个呢 读了感觉大而无味 所以说贾浅浅呢 应该是在探索这些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自己确实也写不出什么太像样的东西 进而呢 转向了这些史妙之类的方面 希望呢 通过她来拓宽自己的诗的发展的思路 也希望她呢 让更多的 就说网友呢 对自己关注 以前呢我们就说有下半身写作 这样一个诗歌的倾向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诗 你包括余秀华都是通过这来播演书的 当然呢余秀华的诗里呢 也有一些很不错的 具有灵气的东西 但是贾浅浅的诗 这种灵气的东西就偏少 但总的来说 你要是想以这种下半身的东西来 就说拨眼球 或者说呢 来作为诗的意向表达 是不如流的 说到底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播演书的东西 它不能叫作诗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读过我那时候的朋友的诗 后来呢 我把这首诗呢 我们两个合作的 我去了后半个 后半个 我去了我都忘了 但是前半个 我感觉很有灵气 而且呢 就说人家的诗 是真正的 有诗味的东西 我呢 稍微朗读一下 反正就是几句 你看 想你的时候 丛生一种叫悲凉的杂草 寂寞和哀伤 淹没了门前的小径 今天剪除之时 拔出的 竟是一束束落发 我把泛白的落发 搓成思念的绳子 扰于你的屋前 等你一出现 我就悄悄地将你付诸 当然了 最后两句 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整体看 这样的诗 把意向给灌发起来了 又融入了自己的感情 他就看着很有灵气 你读起来呢 那种情感啊 表达也非常的细腻 一个 就是说 痴情的女孩的形象 在经历了沧桑之后 那种 就说给人的那种瓜感 一下就怨然之伤了 因为这样的诗 才能叫做诗 贾谦的所谓诗教诗 我说大家也没必要嘲讽他 他就是不入流的东西 你嘲讽他 其实呢 咱还说 这个作写也好 啥也好啊 里面 他这个 可能呢 选取的 就是作品也不一样 再一个呢 他这里面吧 我感觉 人情的东西是存在的 我自己 也写实 我也知道 你像这个东西 人熟了 可能就说 你不熟的时候 你的作品拿过来 他会 仔仔细地给你审 看 你这拿着不行 你合不合 这个 要求 但是呢 熟人吧 拿过来 大体 差不多 就行了 再一个 贾谦采 入 作协的好的时候 不一定是拿着 他屎尿诗 缠到 他那个 表上去的 这个大家注意 不一定是拿着屎尿诗 要真拿屎尿诗 缠到 那个表上去 未必能入得了 再一个呢 后来咱说那些什么 大学教授啊 对他的评价 又说评价上的诗尿诗 那些就是 纯粹的人情关系 就是比上往来 那些东西都不作数的 那 你真要看 是 你不能看 讲讲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 他的诗呢 不能代表 中国诗的潮流 还有一些 故作 这个 高深的 这些教授吧 他的水平 不一定高 他写出诗来 不一定耐读 因为 他虽然是教授 但是 他不一定是专业的诗人 就好多 好像我们原来的一些 北大的教授也好 啥也好 你让他写 格律诗词 他弄不了 你别让他讲 格律诗词 又是评判 但是你真是让他 写一个 格律诗词 或者随口口战 一个绝聚也好 律师也好 他肯定出律 为啥 他没有这方面的断片 他没有这方面的整体的信念 他不一定比专业的试次学会的专业的人员做得好 别和他大学教授 这个自由识呢 相对于说夸判 容易写 但是呢 这也是需要技巧的 这也是需要很多的 怎么说呢 天赋的东西 所以说 对讲前景话 一笑了之就可以 他至于他进座鞋 还是不进座鞋 怎么样 其实对中国影响不大 只能呢 做我们一个 你吃的饭还更多 你吃的饭 他的诗你要一读 那个你吃完饭了 就是说 茶余饭后 当了坎思 没必要太过多的去审视他 确实 他的诗也不是诗 味道 味道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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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